哈囉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大集結兩週年回顧紀念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會和大家回顧這兩年以來 觀眾所票選出來的最強的18隻寶可夢 簡單說啦就是回顧兩年以來 官方到底做了哪些睿智的平衡 啊不是 阿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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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做了哪些公平公正公開的平衡改動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玩家或者是主播都在湊這個遊戲 其實我覺得在之前蒼翔推出的時候 這個遊戲又已經很湊了 所以說我沒有必要在現在的時候再繼續噴了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影片這個不湊 正能量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 我們第一名 那第一名我就不賣關子了 大家應該大概猜得到 沒錯第一名就是我們的出版見口蒼翔 那他是以些微的票數差距擊敗了大家最賭籃 阿不是 我是說 目前排位賽最熱門的爬分角色超夢 拿下了第一名 那現在蒼翔跟出版的比賽已經是懶叫比雞腿了 以前剛出來的時候真的是粗暴好用 隨便一隻腳就屌打對面 那現在的話是可能需要有 我覺得再怎麼說也要有兩隻腳才有辦法玩 所以說現在的勝率基本上都是靠一些絕活哥哥在撐的 有兩隻腳的絕活哥哥才玩得下去 那我們就來盤點一下這個角色從出來到現在 到底是改了哪些東西吧 各位不要再說官方的平衡組沒做事了 OK 首先是他的這個聖劍無視防禦力 從百分之百 Bug修正成了百分之十五 為什麼這東西不是削弱勒 因為在官方的眼裡這個事情的問題很明顯 就是有工程師呢 他把一個應該要K成百分之十五的數值 不小心K成了百分之一百 所以說這是一個層次方面的漏洞 是一個臭蟲 這個不是削弱 所以說官方也是火速的 在這個角色推出之後的一兩天之內就進行了改動 所以說給他值得改動一百分 不是十五分喔 是一百分 再來攻擊力下降 大家知道一個角色如果說他技能組很強 然後你又不想要動腦筋去把他削弱的話 該怎麼辦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削弱他的數值 那因為出版的蒼翔的攻擊力真的是高到非常誇張啦 在前期只要暴擊的話 基本上按A就可以秒殺對面 所以說在一個需要鬥智鬥勇 需要秀操作的遊戲裡面 你光是按著A 就把對面的人殺光 就輕鬆Pentacare 這個很明顯是不合理的 官方也是非常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 馬上就削弱他的攻擊力 我給官方這個改動速度一百分 再來就是他的高速移動的速度下降 然後他的解控效果移除 這個也算是前期比較大的一個改動 因為很明顯官方就知道這個角色就是傷害又高 這個跑得又快 還解控又難殺 所以說官方也知道這個角色問題在哪裡 他們也是對這個問題點進行了修正 我給官方的這個速度一百分 再來 他的招式需求求速增加 這個也是一個對於教育 或者是對於社會都非常有貢獻的一個改動 就像大集結從一個小學生就可以玩的遊戲 變成了一個 需要有一點數學能力的小學生才能玩的遊戲 好不好 我給這個改動一百分 再來 他的強化普攻第四段距離下修 這個應該是絕活哥會感覺到差比較多 如果說一般不太會玩的其實會感覺不太出來 那這改動的我還是覺得不錯的 我給他一百分 好的 再加上 當時呢 化雷環環還沒有進行削弱 他的補量是很高的 所以說很常會出現這個角色 2打9的一個情況發生 不是2打8 是2打9 因為 對面昌翔再怎麼說至少也算兩個人 所以說就數學上來說應該是2打9 所以說這個角色在剛出來之後真的是很強的 第一名 王者的地位 實至名歸 再來就是第二名 最帥最強最狗的憤怒角色 超夢X跟超夢Y出版 那這邊有幾件事情要先跟各位道歉 就是第一件事情 我當初在辦投票的時候 超夢Y其實是還沒有推出的 所以說我是個人把他安排在第二名 因為就我自己的遊戲體驗 還有經驗來說 我覺得他第二名是差不多的 因為他如果做時光機回去的話 應該也是打不贏出版的 這個 嘗試想家花環 所以放在第二名的位置 再來第二件要道歉的事情就是 當初超夢X剛推出那個最強的時期 我自己是完全沒有玩到任何一把 因為我那時候正在用YT附給我的廣告費 在外面遊山玩水 所以完全不會想要打開這破 不是 完全不會想要 這個 打開我的衣食父母 寶可夢大季節 所以說我都沒有玩到 也就是說這部影片有蠻多的素材 都是使用了其他人的影片 那我也會在影片旁邊著名作者 那如果說你是影片原作者 你覺得不高興被冒犯了 那我先跟你說對不起 那如果說你還是覺得 沒辦法接受的話 你可以在留言那邊跟我講一下 會在編輯我的影片 好這是第二件要道歉的事情 比較認真一點 再來就是第三件要道歉的事情 就是 我他媽從來都沒有想過 有人可以把 你能不能把遊戲裡面的角色 做成只要按普通攻擊 就可以輕鬆把對面五個人 全部殺爆 也輕鬆騙他KL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選這個角色的話 那你就只能看著一個 連普通攻擊都不會按了 隊友玩這個角色 然後被對面只會按普通攻擊的人 殺爆 對不起 我負能量了 我跟各位道歉 好 那我們來正能量一下 我們討論一下 究竟 超夢X超夢Y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覺得一款好的遊戲 應該說一款好的手機遊戲 他就必須要在玩家覺得舒服愉快 甚至是上頭的情況下 盡量的從玩家口袋裡面 榨取他們的錢錢 然後用這些錢錢 推出更多的新改版 或者是有趣的內容 來吸引更多新玩家加入 再榨乾他們的錢錢 形成一個正能量循環 但是很明顯 超夢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搞砸了 他有兩個令人討人厭的階段 第一個就是需要用 非常大量的寶石 比其他的角色還要多的寶石 才能夠在那個破迷宮遊戲裡面 解鎖這個角色 那就算你 解鎖這個角色之後 你可以用他在一個禮拜之內 屌打別人 但是大家會因為這樣子想要花錢嗎 其實並不會 其實並不會 因為就算你花了錢 你也不一定可以選到這個角色 那等於是你花了錢又沒爽到 因為再怎麼說 一個隊伍裡面也只有一個人可以選到 所以說你花了錢 又爽不到 那那些沒花錢的更不爽 因為他會被這角色屌打一個禮拜 等到官方賺寶了 不對官方永遠都沒有賺寶的一天 等到官方覺得你被屌打他爽了 他就會把他改成 第二個階段 需要用金幣就能購買的階段 好啦那到這個階段 大家都可以玩啦 那問題是什麼勒 大家應該都爽了吧 大家都有角色玩啦 還有什麼問題呢 有啊 就是這個角色太太他媽簡單 然後又太強了 你一個這麼強的角色 他使用難度就超低 大家一下就膩了 但是膩了 你不玩 那其他的人就玩 那些人 玩了你就很難贏 對不對 他如果玩得很爛 你會更加的中風 所以說 這個角色怎麼樣都不對 因為他出來的時候 他的技術門檻就太低了 我明白官方為了要 讓大家想要買超夢 會把它做得很強 但是這個牆 可不可以建立了 他有一些技術難度上面 而不是推出個這麼無腦的角色 因為我是超夢 所以我超強 我不需要技術 我就可以屌打你們 拜託去跟你的前輩夢幻學著點 好不好 這麼簡單的角色 就不該這麼強 那如果說 你為了官方 這個超夢的設定 不捨得削弱他的話 你當初的技能組 就應該做得困難一點 再來是我們的大黑馬 第三名 以一票之差 輸給超夢 免壓第四名大量票數的 第87號 寶可夢 會不會玩啊 這邊的選擇 原本是還有一個 很盛喚的隊友 但是大家 點的留言區 會不會太豐富了 太多 我們等一下 看都沒看過神獸 全部都要留言區 好不好 什麼大眼鏡的噴火龍 得分加速的昌獎 這個死夢 再加上 獲不單行的更貴 好不好 我直接不囉嗦 直接全部整合在雷隊友 但是我覺得問題的重點 不應該放在 今天到底你遇到多雷的隊友 他做了多白癡的事情 害你又輸了一場遊戲 這個其實不是重點 因為不管是哪個 諾巴遊戲 都一定會有雷隊友 那我覺得官方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 遇到雷隊友之後 那個負面情緒的體驗 降低 好不好 這個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首先我們先講 配對系統 大家知道這個遊戲 大師1200分 基本上隨便上 有手有腳就能上 但是問題是你 到了大師1200之後 你遇到的隊友 基本上全看臉 如果說你運氣很好 長得跟我一樣帥 那麼問題不大 你將會很輕鬆自在上分 但是如果很不幸的 你的臉 就剛好他媽的比我帥 一點點 那 恭喜你 你會遇到非常多的美隊 這個遊戲在冷門時段 配對邏輯 基本上就是沒有邏輯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不討論 我們只討論熱門時段的就好 熱門時段的配對 基本上就是把兩邊勝率 差不多的玩家 配在一起 平均起來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們這隊勝率 平均是50 對面差不多是50 你們是60 對面也會差不多是60 以死類推 乍聽之下 好像很公平 實際上 根本是一坨屎 你千萬不要覺得 兩邊的勝率一樣啊 這樣應該會是一場 精彩的比賽吧 沒有 就像我前面講的 這個遊戲因為上大師 太簡單 太沒有門檻 所以說導致了第一分段的玩家 人口基數太少 導致了第一分段的玩家 配不到人 導致了第一分段的玩家 被系統強行為死電腦場 導致了這些玩家的勝率都非常高 就上了大師 他們可能60% 70% 80% 90% 100% 200% 400% 400% 500% 2000% 打贏一場就等於贏20場的勝率上大師 我也不在乎 因為那個都是電腦場 我也不在批評這些人 因為這個是系統的問題 不是玩家的問題好不好 總而言之 這些人上了大師之後 系統沒有辦法判斷他們真實的實力 會導致熱門時段的邏輯 還是沒有邏輯 他們會判定這些玩家 其實是比你這個打了很多場的玩家 還有強的喔 或者是你們實力是差不多的喔 把你們配在一起 然後對面那些打了很多場 但勝率被慢慢被系統壓低的玩家 系統會覺得他們是廢物 所以說會把你們配在一起 這會導致什麼情況呢 我們用其他遊戲的概念來說 就是 你今天可能是個正常玩家 你上大師一線 兩百分的實力大概是在金牌左右 用英雄聯盟來比喻 你的實力是金牌 你的隊友可能 會是零牌 鐵牌 銅牌 或者跟你一樣是金牌 總之差不多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你對面的玩家 有可能會是 精英 中師 大師的玩家 你們會配在一起 然後更搞笑的是 你的隊友 銀牌的玩家 鐵牌的玩家 銅牌的玩家 他們還有可能是三牌 然後對面的大師 菁英 中師也有可能是三牌 這他媽合理 我知道有一些 打魔法遊戲 打出優越感的人 他們有一套邏輯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如果你分數上不去 就代表你是那個分段的玩家 你活該待在那裡了 這套邏輯 如果是在 其他配對系統 比較完善的遊戲 或者是說這個遊戲 低分段我覺得可以 但是到了高分段 完全狗屁不通 因為之前有一個日本玩家 他是日本冠軍隊的 他叫做 痛雞雞 他是 C位 他不是那種輔助靠躺 他是個人實力 真的很強的玩家 他自己單排 用全角色挑戰一勝 結果他也是輸到脫庫 當然這一方面 也是有 角色不平衡的 成分在 但是更多的我看到 是配對系統的問題 還有另外就是 Chris Hero 他的 這集他勝率是很低 50%左右 直接被系統制裁 這些玩家很爛嗎 我覺得他們比我還要強很多 但是他們的勝率 就是會被系統打擊到 所以說這個配對系統 問題真的很大 再來我們講 評分系統 那這個系統 我覺得他其實有慢慢的在改善 是有變好的 所以說我們這邊不尬黑 因為一開始的評分系統 真的非常擺癡 因為官方覺得 這個是一個比得分的遊戲 所以說得分比較高的玩家 他理論上對於團隊就有更多的貢獻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 評分全看得分 這樣子的評分標準就會導致一個現象 就是有很多玩家 因為在鳥團 在龍團的時候 不去打團 自己跑去偷關100分 導致隊友 在鳥團龍團被團滅 然後被對面倒關了三五百分 結果最後輸遊戲 那這樣的玩家真的是 值得高評分的嗎 所以說後來系統是改成的 會看一些其他的數據 比如說殺人助攻或者是傷害 乘傷治療量等等的 甚至是你如果搶到大型物件 或者是你去防守自己家防禦塔 都是會加分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系統 他是有改善有變好的 那我覺得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就是這個系統 他就應該要整合在配對機制裡面 因為這個系統他其實已經比較完善 所以說他跟這個非常弱智的配對系統 配在一起 應該會稍微改善一些遊戲體驗吧 應該 來最後我們來講兩個 比配對系統更加搞笑的東西 就是檢舉系統 還有黑單系統 那一開始的檢舉系統 他的這個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少 他除了可以偵測到 那些非常明顯到不行的掛機以外 他剩下的功能就是文革 他會偵測到那些 比較不雅的ID 比如說臭臭你的黑黑縫縫 或者是坦克車 或者是洗主波這些 你可能沒有不雅 但是冒犯到特定族群的ID 到底會被和諧掉之外 一開始的檢舉系統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軟用 因為那些其他真正玩家會在乎的選項 比如說像是送頭啊 或者是積極遊戲這些行為呢 他只會送給你一個代審核 那到底有沒有審核 當然是沒有啊 這個遊戲怎麼可能會有多的錢 去請那些客服來進行一個一個的審核 那他又懶得去寫一個AI去判斷這些事情 到底有沒有發生 所以說就變成這個選項 他只是讓你在輸了遊戲之後 可以達到一個心情的抒發 可以發現那個不滿的情緒 瘋狂的打勾之外 他對遊戲的本身沒有任何好的幫助 那後來官方可能也發現到 檢舉系統真的是太搞笑了 所以說他們進行的改版 把他改成了禁言令的版本 讓他變得更加的好笑 因為禁言令的版本 只要你開Mine 不管你是開Mine 真的在幹掉隊友也好 或者是你在當溫泉指揮官 你在指揮隊友 或者是你在跟隊友聊天 你在跟唱歌給隊友聽 甚至是你在Mine裡面呼吸也好 不管是怎樣 反正只要你的Mine發出聲音 那麼隊友檢舉你就會成立 我真的很想問一個不能打字的遊戲 裡面還不能開Mine講話 到底是要怎麼樣跟那些天才溝通 所以說後來官方又再度的意識到 這個東西需要改版 所以說改成了現在的版本 那到了目前的版本 我觀察到這個系統 他應該是只會偵測到那些 非常明顯的掛機 然後補扣那場的排位賽分數 或者是在開局如果偵測到掛機的話 就會強制的結束遊戲 之外呢 其他的選項全部都是代審核 至於這個代審核到底是要代到什麼時候 我想應該就是等到官方研發出了 可以判斷這些行為的AI之後 或者是代到這個遊戲倒閉為止 最後的最後是只剩下搞笑 還有智慧功能的黑單系統 因為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遇到很討厭的玩家 你把他拉黑了 那麼你還是會在遊戲裡面 遇到他一場都不會少 所以說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你想要永遠的不要再遇到 那個你討厭的玩家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加他好友 沒錯就是加他的好友 然後照山山觀察他的起居 看他有沒有進去遊戲啊 看他有沒有吃飯啊 他有沒有睡飽啊 這樣子才可以確保 你不會在排位賽裡面 再度的跟他成為隊友 所以請不要再使用你的黑名單了 請使用你的好友功能吧各位 第四名出版狗魂眼 在MOBA類型的遊戲裡面 隱形角色平衡性一直是非常難做的 要嘛就是太強 要嘛就是太弱 直接變真的隱形 但是很明顯出版狗魂眼 是過強的那種 因為在大集結 這個沒有視野可以設置的遊戲裡面 他過強的隱形能力 徹底的破壞了這個遊戲的平衡 在以前啊 把把都會有人想要搶中路 恨不得五個人全部中路 結果狗魂眼一出大家都搶著走線 大家都搶著走線 沒有人要去中路 唯一一個去中路的 不是他對自己太有自信 就是他還沒有被狗魂眼搞過 第五名出版狗魂眼大集結平衡多項紀錄保持著 新角色最快削弱速度 出場兩天就回場 再來就是最大招式削弱幅度 在大集結這個傷害坎10%就可以決定 角色是主流還是下水道的遊戲裡面 出版的仙子一部他的魔法火音的削弱幅度是 百分之40% 從等級4的1563下降成993 在那個版本裡面大部分的角色都是三階進化掉 等級4的小火龍他的血量只有3300 這個招式他是指定季冷卻時間超快 而他的傷害是1563完全做壞 那削弱之後呢 仙子一部基本上就已經變成一個下水道的角色了 他現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讓大家看看 現在的平衡組有多麼可笑 第六名 出版呂剛龍 我們龍哥從登場以來就不斷的在來中刀 他強的跟鬼一樣的時候中刀 他罰人問金的時候中刀 他不小心被戰隊拿出來被發信的時候 又中刀 他已經爛的跟廢鐵一樣的時候 還是得中刀 龍哥就是我們大集結裡面的哀刀王 在以前閃電鳥版本 只要有龍哥 不管你前面打什麼樣 閃電鳥就是強制五五開 那個超強的罰行能力跟尾刀能力 就是要讓你拼斬殺 所以後來很多那種尾刀很強的角色 基本上全部都會被砍 像是快龍 尖盾尖怪等等等等 還有一級的武道雄獅之類的 尾刀技能都會被砍 所以以後還有這種尾刀技能很強的角色 建議不要第一時間購買 除了火焰機 第七名 Bug利歐 我覺得獅子強度最誇張的寶可 竟然只排到第七名 可見老玩家都已經被砌走得差不多了 再不然就是 新角色真的太久不削弱了 導致大家對於這個遠古神獸的記憶已經被充淡了 在當時路卡六神術有BUG的時候 那個時候只要你神術的時候按著A不放 就可以觸發BUG 觸發條件超簡單 傷害就像畫面中一樣 完全看不懂 而且神術這個技能大家也知道 他可以刷新 所以跟昌翔的聖劍BUG比起來 我覺得根本就不能稱之為BUG 路卡利歐才是真正的BUG之王 第八名 出版索羅雅克爾 炎上傷法創始人 第一隻要用保持買造型跟通行陣 才能馬上玩的角色 同時也是最後一隻要用保持買造型跟通行陣 才能馬上玩到的角色 因為這個東西在國外是違法的 那其實出版索羅雅克爾跟現在的強度 是差不了多少的 因為他的暗形要害 降了兩秒冷卻之後 又砍了兩秒 他的攻擊力提升之後又攻擊力下降 所以一切的平衡其實都是索羅雅克爾的幻覺 主要還是當時的環境 沒有現在那麼多牛鬼蛇神 以前沒有月步沒有成龍 沒有超夢沒有蒼翔 所以那時候索羅雅克爾確實是可以主宰環境 但是到了現在還是很強 如果說你會玩的話他可以排在第八 那如果不會玩的話 可以排第三 第九名 出版班吉拉斯 古人有雲速度總數值100以下的都是垃圾 不是 是只要跑不贏原始之力的都是垃圾 出版的班吉拉斯 原始之力勉勵控場 移動速度超快 冷卻時間比現在短 大招還會增傷暴擊 算上被動 他有著防禦型的體質 當時的版本近戰遇到都只有被虐殺的份 掛個幸福彈防禦塔直接武士 不過問題還是在於前期太弱了 基本上輸出全靠5分鐘之後再打 第十名 出版甜了美後 其實跟索羅雅克的情況差不多 出登場的時候因為強勢的角色太少 導致產生了這個角色很強的錯覺 其實他的強度跟現存的版本強度是差不了太多的 主要最強的還是在中間有加強過踩太的那幾個版本 那個時候的比賽幾乎每一場都會出現甜了美後 但是到了現在 基本上他只是超夢的三組織 第十一名 噴水Bug水劍龜 跟神術Bug力又差不多 都是狂按普攻就可以簡單觸發的Bug Bug觸發前跟觸發後傷害差了5倍之離譜 九等的Bug水劍龜一套噴水傷害可以打到2萬點的傷害 而九等的幸福彈身為所有寶可夢血量最多的角色 他的九等的血量只有6000點 再加上以前還有妨礙無效的效果 可見這個角色在當時是多麼的可怕 差別是他的機動性跟前期的戰鬥能力 沒有Bug力又那麼的強 所以放風箏跟前期壓制還是可以有解的 第十二名 出版夢幻 被PR99.99的絕活高玩哥玩壞的角色 登場到現在全是小弱一次加強都沒有 太過於全面的技能組注定了這個角色 砍不爛的命運 他的傷害確實比出版低的太多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國外的玩家 Nine Mew Foxy 他還是跟鬼一樣 這種高技術的角色 在其他MOBA遊戲裡面會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頂端的玩家玩起來太強 導致他會削弱到一般的玩家玩起來很廢的程度 但是如果他改成一般的玩家玩起來普普通通的程度呢 到了頂端的玩家手上就會變成強到壞掉 所以說這種角色的平衡確實是比較難做的 那比起他的兄弟超夢呢 如果說被夢幻虐殺我會覺得心服口服 第十三名 20FF 不是我是說衝浪蛙 曾經是META的角色 在天空競技場剛推出野怪數量還沒有下秀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假賀人蛙 可以利用他非常快速的刷野發育能力還有反野能力 瘋狂的滾起對手的血球 讓對面的人被殺得像野怪一樣 用衝浪不斷的刷新 那這個角色雖然說技能組看似單純 但是其實細節非常的多 是一隻高難度角色 然後他的改動次數其實很少 會下去主要還是被環境所影響 第十四名 無敵古月鳥 大集結有史以來最搞笑最離譜的惡性Bug 無敵古月鳥的觸發條件相較前面幾個BUFF非常的困難 他需要在開局的時候以特定的方式跟時間點得分才能夠觸發 而且只要再次得分 無敵Bug就會消失 所以說後來大家開始慢慢研究出方法 可以阻止觸發Bug之後 就沒有那麼流行 但是他還是非常噁心 第十五名 五道雄獅 出版的一級流五道雄獅 因為好用的尾刀技能在比賽中大量出沒 但這就像前面所說過的 這個遊戲的平衡組是你只要尾刀很穩的靠賽仔 都絕對會被削弱 所以後來一級流大幅度削弱連級流大幅度加強 導致現在出現了各種五等的月塔狂魔連級流五道雄獅 第十六名 暴擊文 大集結兩週年以來 有七隻從來都沒有進過勝率50%以上的寶可夢 分別是皮卡丘 胖可丁 年美龍 橘色素肖 傑拉奧拉 火焰姬 還有 暴擊文 所以 投暴擊文的 建議你多他一點防蚊翼 謝謝 第十六名 票數相同的阿伯縮 尾巴阿伯強制五五開的傳說 只持續了一段時間 就零壓消失 再來就是天空競技場 剛開放 野怪數量還沒有消 電柱還非常強勢的時候 也算是一時之血 因為他可以利用非常強大的前期能力 壓制對手 那後期隨便打都沒差 但是現在的版本基本上就是等加強 第十六名 票數相同的出版藏寶隸屬 跟出版勾文眼一樣噁性的東西 只是一個是在你看不見的地方 突然蹦出來摸你兩下之後 不見 一個是騎在你的臉上 搞完你之後 吃幾個素果拍拍屁股走人 同樣的噁心 同樣的繁衍能力 同樣的官方都不喜歡他們 所以只要是繁衍能力很強的角色 一律會被削弱 再見的藏寶隸屬 第十七名 得分流 把大集結完成數學遊戲的玩法 角色全部選坦克角配上 護具屏障得分加速的強迫取分流 就算吊鳥也可以換分換到贏 這個讓護具還有屏障成為 大集結歷史上唯一一次的持有物平衡 算是當時非常強勢的五排流派 但是問題在於觀賞性太低 所以最後還是難逃官方的毒手 第十七名 出版耿鬼 出版阿鬼的禍不單行 無敵時間超久 刷起來根本摸都摸不到 當時的其他主流角色都是軟皮 而且坦克的選項非常少 控場並不多 導致了阿鬼的橫行無阻 基本上軟皮遇到阿鬼 只有雙腳開開等死的份 第十七名票數相同的嘟嘟力 嘟嘟力的強勢版本跟夢幻差不多 所以當時的比賽基本上每一場都是夢幻跟嘟嘟力 雖然說重複性很高 但是因為都是高難度技術角色 所以說觀賞性並不低 玩家還算是可以接受 第十八名呆呆獸 誰也別想惹有大招的呆呆獸 誰也別想 除了另外一隻有大招的呆呆獸 沒錯呆呆獸因為他的大招 最高級別的控制效果 還有無法解除的特性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拿來counter一些 近戰carry角色的首選 像是蒼翔 超夢X 或者是Bug力 只要被呆呆獸吸住了 基本上就是躺 第十八名票數相同的快龍 曾經的易奧獸靠賽王 啊不是 易奧獸尾刀王 輸出不高不打緊 龜鳥尾刀卡要緊 快龍剛推出的版本 基本上每一場都是在比 哪邊的快龍破壞光線 可以射掉閃電鳥的頭 所以說也是非常的無聊 像這種靠賽的角色 他的削弱是勢在必行的 只是他們削弱之後 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出路 這個就要看官方的智慧 還有後續的平衡改動 第十八名票數相同的魔強人偶 曾經的輔助殺人王 現在淪為冷凍小丑 因為在這種官方傳統的 MOBA遊戲思維裡面 他們會希望輔助跟防禦型的角色 傷害不要超過攻擊型 這樣子雖然說可以幫助大家 在各種類型裡面 找到自己喜歡玩的角色 但是也很大程度地 限縮了玩家的自由性 除此之外 這種理論套在魔強人偶 這個技能全部都是傷害的輔助角色身上 就非常的搞笑 讓他變成要傷害沒傷害要輔助 沒有辦法輔助的廢物 最後一個第十八名 同時也是今天的最後一隻寶可夢 狐怕 狐怕剛出場的時候 號稱最強輔助 直接被官方autoband 持續不斷的削弱讓他 到了今天這個尷尬的地步 單排的時候 完全不想要看到他 基本上就是一個小丑角色 但是到了多排 甚至是比賽的時候 這個角色的淺靈奇奇 還有一隻原動 總是可以打出非常多 神奇好看的combo 讓比賽的可看性昇華 到另外一個高度 所以我覺得狐怕是一隻設計的 非常的好的角色 所以這是一隻正能量的影片 我是二馬 我們下部影片見 再見